我曾經被男閨蜜害過 講一講 我N多年前 一個男閨蜜給我介紹了一個男朋友 說這個人太適合你了 我一看不錯 我就跟那個男人談起戀愛來了 每次談戀愛 當我剛開始談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感受 我男閨蜜猛個勁推著我談 說那個人懂不懂不懂好 當我和那個人熱戀了以後 男閨蜜就開始猜了 就開始說那個人懂不懂不好 後來我發現那個男閨蜜 也愛著那個男人呢 這也太複雜的了 我以為她愛你呢 我以為她愛你呢 她不愛我 她也愛著那個男 那麼當時她把她介紹給你的動機是什麼 就想通過我來靠近那個男人 所以說了 就完全是 所以說一般我跟你說 大部分男閨蜜對女人都不感興趣的 明白了吧 她通過把這個人靠近來了 讓你們倆談戀愛 她就慢慢看著 什麼時候都掺戀著 我還要談戀愛 結果看你們倆熱戀以後 她就開始拆了 她就看得不順眼了 結果愣給你拆開了 所以說我再也不要男閨蜜了 所以 你看你們 金姐姐 你這經歷 我覺得對她來說有點過於誠服了 對 思維一下子覺得 沒有 我就說你 你要如果談戀愛的時候 她也有點崩塌的那個意思 沒事 我還年輕 是不是有點三觀近毀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三觀近毀 比這惡劣得多的是了 我這在哪到哪啊 到底想要üy到那家 我一直說 要趕快